朋友们好啊 说说昨天马英九在南京 马英九这次来大陆 出发之前 台湾所谓的行政院长陈建仁 曾经公开表示 希望马英九到大陆以后 能够正大光明的说出 我们是中华民国 王马英九是以卸任元首的身份来的 这是陈建仁公开的喊话 昨天马英九在南京都做到 陈建仁所谓的行政院长陈建仁 对他的期望的马英九都做到 提了中华民国 正大光明的提了中华民国 正大光明的 表明了自己是卸任元首的身份 于是呢 你看昨天晚上 在台湾上上下下 都在为马英九点赞 包括陈建仁本人 在接受立法委员的这个询问的时候 也为马英九点赞 并且他还说说如果是这样的话 中国应该以国家前援手的前援手的方式来接待 马前总统 这才更符合国人的期待 台湾岛昨天感觉很好 那么大陆方面呢 也确实给予了马英九 近乎远人首级的接待 昨天上午 中山林 马英九 夜灵 大陆方面派出了三百多公安 维持秩序 包括预约了 买了门票 游客都被隔离在景区之外 那么应该说 几乎是进了场 那么对于一些个中外媒体 这个公安也是在不断的驱离 这个给人的感觉 我看了那个视频 我觉得是高马大的一个个的一个保安 这个变异啊 啥是凶猛 和2005年连战夫妇 来南京去夜灵 大不相同 连战当年来的时候 没限制游客游览 也没有限制媒体 当时报道 05年连战去中山林的时候 有四百多家中爱的媒体 随同跟踪采访 因为 近似于清场了 不让这个游客进去了 所以呢 在场外呢 有民众抗议 有一位先生在那抗议 直接喊出了蛮酒 有什么了不起的 跟警察 这个对峙了半天 最后被警察给带走了 这位蛮勇敢啊 马英九然后呢 来到了中山林 在中山林 孙中山的那个 汉白玉的坐向前面 敬献花圈 一度哽咽神情 七十多岁了 有点脆弱了 那么题词呢 他写的是和平奋斗 振兴中华 提词的落款 时间上他写的是 二零二三和百十二 三月二十八日 百十二前面呢 他避开了民国两个字 然后后来他们去了中山祭奠馆 在中山祭奠馆里 马英九还领着大家 包括他妹妹 一起唱什么 国库祭奠歌 从中山林出来之后 在这个林门口 大殿的门口 马英九还提议 给中山先生一个赞 然后呢 还问赞不赞 大家一起说赞 就给人一种什么台湾那种 台枪台湾枪 那种小岛 小岛的那种座派 那结束了中山林 叶林 整个这个过程 这个 你还没有看到 就是这个 叶林的过程 你还没有 包括题词 你还没有看到 他怎么正大光明的 说中华民国 表明自己 什么卸任元首身份 但是叶林之后 出来在这个 林前面这个广场上 接受 媒体采访 包括中央电视台 深圳卫视 厦门卫视 中心网 包括几家台湾媒体 采访的时候 那么他 面对着媒体 宣读了 宣读了 他的叶林的 致词 这个致词里面 这马英九就完成了 这个 陈建仁 祝福他办的事 马英九 正装气势的 拿起了稿子 民国一百一十二年 三月二十八日 他就直接就这么读上 民国 一百一十二年 三月二十八日 这他就不避讳 这个民国了 这不就是公开 在中央电视台前 公开告诉全世界 两个中国 民国一百一十二年 他再也不提 公元二零二三年 这个 这个 这个时间了 他直接就是民国 一百一十二年 三月二十八日 民国一百一十二年 三月二十八日 马英九 前总统 率马英九 基金会同仁 与同学 进夜南京 中山林 直接就开篇了 你看 把自己的身份 也表达出来 马英九 前总统 这不就是 在中山林前 公然的 亮明了两个中国 是不是 读完这个影子 接着就是他 致辞的全文 致辞的全文里 一个又一个的 中华民国 马英九 致辞的全文 我跟大家分享一下 各位同仁 各位同学 国父孙中山先生 毕生领导国民革命 推翻满清 创建民国 到今天 已经一百一十二年了 到今天 到昨天 到今天一百一十二年了 中华民国 这不就是 在中山林前 公然的 亮明了两个中国 到今天 已经一百一十二年了 回想当时的中国 满清政府 贪污腐败 积弱不振 饱受列强 金略 从1842年 也就是 清道光22年 签订中英南京条约以来 被迫跟五十多国 签订一百多个 不平等条约 割地赔款 丧权辱国 而当时中国社会 贫富悬殊 文盲处处 法治不张 社会发展落后 人民无力反抗 国势微如雷软 国家 看不到 希望 希望他说的就是 满清政府 信赖国父 1894年 也就是清光绪 20年 在美国 台湘山成立新中会 登高一呼 提出 驱出大陆 恢复中华 创立合同政府的 建国理想 号召海内外 治世人人 共襄大业 经历革命先烈 十四流血革命行动 终于在18年后的1911年 也就是清宣统三年 推翻满清 终结中国四千多年的 君主专政 建立亚洲第一个民主 共和国 中华民国 国父 对中国史无前例的伟大贡献 就是 改变中国的命运 让中国走向富强 康乐的开始 两岸人民 同属中华民族 都是炎黄子孙 今天 当年国父念自在自的 多项建国主张 都以陆续分别在台湾和大陆 实现 这就两个中国 这对于两岸人民 与后代子孙的生活与福祉 至关重要 民国十四年 也就是1925年 3月12日 国父逝世 在一言中要求国人 要和平奋斗 救中国 98年后的今天 我们马英九基金会的 数十位同仁 与同学 从台湾来到南京 中山林国父林前 致记提出和平奋斗 振兴中华的目标 深判两岸 共同努力追求和平 避免战争 致力振兴中华 这是两岸人 两岸中国人不可回避的责任 我们一定要努力实现 谢谢大家 这就是马英九 中山林前的致辞的全文 大家听到了吗 一口一个中华民国 所以难怪 台湾上上下下 都在给这马英九点赞 立法委员点赞 行政院长点赞 记者在台北 这个大街上采访 民众也都点赞 不错呀 他敢讲中华民国呀 他曾经是一国之首啊 他敢讲了 受访的台湾民众说 还有受访民众说很好啊 他说他自己是前总统啊 明确表达了我们台湾主权的状态呀 这都是受访的说 台湾民众 冲着镜头说的感想 昨天下午 昨天晚上 那么接着呢 他短暂的回答了 这个包括中央电视台在内的这些和台湾媒体在内的记者的这个提问 他说在回答提问的时候说 国父对中国的贡献无人能及 无与伦比 按马云九的意思 什么毛泽东啊 什么邓小平江泽民 胡锦涛 哈哈哈哈 谁都不如孙中山 孙中山的贡献无人能及 无与伦比 台湾媒体 好像是中天的吧 问他 对于大陆的接待还满意吗 马云九说 非常满意 超乎预期 超乎预期 然后马云九 冲着媒体 我想是对着 中国中央政府在喊话 说的非常坚决 他说两岸一定要追求和平 否则的话 双方都没有前途 这是马云九说的 两岸都要追求和平 否则的话 双方都没有前途 这是喊话 也是希望 我觉得这也是警告 哈哈哈哈 这底气挺足啊 在南京 对两岸如此 这般口气的喊话 参观中山林之后 晚回走路上 碰见了幼儿园的小朋友了 只要小朋友喊他马爷也好 马云九问他 知道这什么地方吗 孩子们说中山林啊 说你们知道孙中山是干什么的吗 孩子们说不知道 马云九 说冲着那把老师说 说呦 这老师们要多努力一点呢 我老师主要是讲中华人民共和国国使的吧 午餐之后 去总统府 去国民政府总统府 在此之前 这个台湾媒体就说 说中华民国前总统来 中华民国曾经的首都的总统府 有历史意义 说马云九 来这有历史意义 那么在 总统府里面 马云九巧妙的 亮明了自己的身份 亮明了自己总统的身份 他怎么说的 他说孙中山先生比我大98岁 他在1912年成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 我在2008年 也是差了96年 什么意思 孙中山1912年成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 我呢是2008年做的中华民国总统 就这意思 我的当总统的时间 和孙中山当临时大总统的时间相差96年 这不就是在总统府里 这不也是公然的 表明两个中国吗 那么昨天晚上应该是江苏省委宴请吧 因为好像参考完之后 江苏省委书记信长青 就会见了马云九一行 马云九对信长青表示说 招待的太好了 真的是很担心 吃得很胖回去 南京 江苏这么做了 那么接下来 长沙呀 武汉 武汉长沙 重庆啊 上海啊 我估计 我估计 接下来各地就得在招待上大家就得应赛了是不是啊 让马云九和他的随从们吃饱喝足 回到台湾以后继继续搞台独去 什么那么明独还是暗独是不是啊 马云九明确的对信长青表示 大陆要多认识台湾民众的心理状态 强调 弊战 强调 两岸的融合 我不知道马云九说这些东西是他自己的腔调 还是代表这个台湾现在执政的民进党当局 还是甚至都说出了中国当今中国政府的心声 弊战 要融合 我怎么觉得这词有点像王沪宁说的 怎么融合呢 我们我会用自己的余生 去拭目以待 看着这个融合 我要目睹这个融合的过程和融合的结果 我能有这个幸运看到融合的结果吗 马云九 昨天南京之行的观感分享到这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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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